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讲 第483章 山神庙 二 陈志摸了一下乡岸上的灰尘 在鼻歌上闻了一下就说 这里真的可能有人打数过 这里至少在一年前被人打数过 而且这里的香炉 烛火都有被人用过的痕迹 肥威说 不是吧 荒山野岭除了鬼之外还有谁 谁说哪有可能有人来这些书 肥威有点不敢相信 他认真看了一下手里面香炉的香灰 里面果然有些残香 而且香体很完整 看来不是放了很久 陈志说 这个地方可能一直都有人在拜祭和打数 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 当年你们摘碎了神像之后就走了 但是当时那些来这里拜祭的人 又复原回神像 这些人不会是外边来的 应该他们就生活在深山里 可能他们现在还生活在这里 其实陈志由刚才开始就发现 这座山神庙的位置太特殊了 和灵斌给他那张地图完全吻合 如果一直向前走 几天之后就会去到那条神秘的村落 但是老村长就不太明白 陈志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的样子还是很迷 陈志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对了 村长 你说那个摆满尸体的神坛在哪里 这句话就提醒了村长 他那里在庙里面还视了一圈 他想找回几十年前的记忆 最后他指着山神像后面就说 我那时候记得 我们是把这座神像打烂了之后 后面就有个小屋出现 地下那里有一个圆形的神坛 上面很大条线的 那些小孩的尸体就在神坛里面 村长讲完之后 陈志和肥威认真地看着这尊神像 只见 神像密密实实地挡在前面 四周围就没有暗门 他们唯有在神像的身体四周围地搜索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进去的入口 最后他们在这座山神像的衣角下面 发现了一条纳 那条纳大概一米那么长 里面吓咬咬 肥威打着火机 向里面探了一下 发现里面似乎有空间 于是肥威打着身 在那条纳里捐了进去 肥威说 喂 进来啊 里面好像很阔落啊 于是陈志基盈和村长三个呢 就一个跟一个地在那条纳里捐了进去 进去之后 他们发现这里果然是一个很大的内室 但是四周围就黑妈妈 完全不透风也不透光 这个时候 他们身上那件工作服就派上用场了 工作服上哪有探照灯 那陈志和肥威就先脱了一件大外套 打开耳咪上面的探照灯 就照过他内室 村长就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就吓得他鼻孔都没用 他一直跟在队伍后边 不敢乱动也不敢乱说话 这个内室呢 其实就不算很大的 四周围的墙壁上面 黑着一些很古老的女真文 还挂着一些 杀满教的大型面具和法器 但是 跟外边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法器年代都很久远 似乎上面 还带着杀满神述的灵声 令人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压力 整间房里面 都没有一些金银装饰的痕迹 非常之灰暗 非常之低调 而在地上那里 果然有一个圆形的祭壇 但是祭壇上面 就被一大块条形的方石压住 看不清楚祭壇上面的情况 陈志和肥威一人一边 出行力 才把这条石 由祭壇上面抬了下去 那条石抬走之后 就看到祭壇上面 果然有一条很大很大的垃圾 那条垃圾大概有一米那么长 断口已经发黑了 而里面黑妈妈也看不清楚 陈志趴在那条垃圾上面 他用探照灯向里面照 当他看清楚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当堂无管独 下面蠔黑 不知道有多深 好像是一个天然的大石头 自然形成的岩石纳骨一样 但是在纳骨的两边 就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很多小型的尸骨 这些尸骨都穿着女真人的礼服 由身材上来看 大概就是三四岁小孩的骨骼 肥威一边望一边就说 看你这座山神庙 真是那些同男同女来祭神 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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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用小孩去祭神 太傷天害理了 我們老百姓的命 不值錢也不可以這樣做 老村長說 哎呀 什麼年代 我們祖先做些什麼 誰知那麼多 陳志勇探照燈一直忙 他很快就發現 在下面黑暗的地方 似乎有一條樓梯 雖然看得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那裡 明顯是有人工開鑿過的痕跡 他說 這裡下面好像有一條通道 下面應該是 通去不知道哪裡 是什麼 我先看看 嗯 看過款 這裡下面應該是有個地國的 地國呢 以前滿族人家就經常都有的 即是 在屋下再建一層地下室 放一些貴重東西 或者金銀財寶那些 但是他們把這些弟弟割的那條絲 丟在這裏 嗯 真是爬頭了 我們下去看看 說不定下面別有洞天 陳志講完之後 他就向下探 這條縫就不是那麼大 剛剛好 可以通過一個人 村長就打死也不下去了 陳志又怕 上邊會有其他什麼變故 所以 就叫基盈留在這裡陪村長 在上邊看水 而自己和肥威 就在身上邊綁著條繩 從納毀那裡 捐進去 雖然 陳志現在對死人 已經司空見慣了 但是四周那麼多小孩子的屍體 都令他很不舒服 他和肥威很小心地 繞開那些小孩子的白骨 走去下面 最黑暗的地方 發現那裡 果然有一段 人工製成的台街 台街一路向下通行 通向一個 漆黑的地下動員 他們兩個很小心地走下去 當走到石溪盡頭的時候 前面果然有一個石室 但是這裡很黑 空氣當中 充滿濃濃的沉香味 還混淆著一種很奇怪的香料的味道 他們兩個 用探照燈掃視了一下場面和地磚 發現 這裡的石室 更加像是原始的神廟 濃罩著一種古老而神秘的氣氛 而且 這裡的味道很古怪 地下和牆壁上 清一色都是用老白玉雕刻而醒 上面密密麻麻地雕刻著女真皺紋 潔白無瑕 晶瑩剔透 似乎這裡 是不可以進犯的聖地 他們繼續向前走 突然 看到前面好像有個白影閃過 似乎是一個人影 經過了之前那麼多事 陳志和肥威對你那些事已經不害怕 他們抓緊武器 用探照燈照過去 但是 眼前出現的那一幕 依然讓他們打了個凸 只見 在前面的黑暗當中 有一個臉色死白 穿著華麗服飾的女人 好端正地坐在他們面前 究竟這個女人是生是死呢 她又是誰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人情 華人 歡迎你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鬼神寵》 作者 destructive 由陳嘉琦播講 第四百八十四章 山神廟 三 他們繼續向前走 突然間 看到前面好像有個白影閃過 似乎是個人影 經過了之前那麼多事 陳志和肥威對這些事已經不害怕 他們拿著武器 用探照燈照過去 但是 眼前出現的一幕 依然令他們打了個凸 只見 在前面的黑暗當中 有一個臉色死白 穿著華麗服飾的女人 好端正地坐在他們面前 這個女人臉色慘白 身上穿著女真人經常穿的棋服雲盆肩 頭上戴著華麗的頭冠 上面裝飾著金猜 寶石珍珠非常漂亮 但是 衣服的顏色明顯已經灰暗了 如果不是地底這裡有防腐香 估計這些布施一早已經爛到變成灰 這個女人的面容很平整 她閉上眼睛好像睡著了 好像隨時會張開眼睛 陳志和肥威見到她的時候 打了個冷震 她們都知道 對 她們親手把押在上面的石頭搬下來的時候 岩石入口的獵紋都是黑色的 那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這裡很久都沒有人來 可以出現在這座深山野嶺神廟下面的 除了女師 就只有女怪了 陳志和肥威馬上拿把刀出來 隨時準備迎接前方的攻擊 但是等了一會才發現 這個女人雖然很可怕 但是就動都不動 好像人體標本一樣 她們兩個打著探照燈 慢慢向前走 當她們走近的時候 發現這個女人雖然很鮮悶 但是絕對是沒有生命 肥威的膽子很大 她走到女人面前 認真地看了她一會兒 突然間 好像看到什麼樣子 她居然伸手在女人的臉上摸了一下 肥威說 我撐啊 我撐啊 我就說 這女人這麼白正也有幾下 原來 是白玉石雕來的 嘩 那雕工不用這麼真 雕到她好像有生命一樣 一般人哪裏分得出來 一隻 陳志聽到肥威這樣說 也伸手去摸了一下這磚石像 果然 觸感很冰涼 對了 是玉石的感覺 她都馬上為考奪天公的藝術讚嘆 真是許許如生 好像有生命一樣 她以前曾經聽說過 女真王族曾經有一隻神秘的皇家仗人 她們的仗藝很高超 手工也很好 很擅長做精雕的技法 可以將動物和人雕刻到許許如生 她們就用一些價值連成的玉石 將一些重要的人物 例如皇上 太后 生前的樣雕刻出來 甚至面上邊的汗毛 都可以描繪出來 可以以假亂真 然後呢 將這些石像放在祠堂那裡供訪 接受子孫的朝拜 聽說 康熙皇帝曾經就為自己的阿嬤孝莊太后 雕過一尊這樣的仿真人像 每日賭物私人 後來 伴軍入宮的時候就不見了 不過 據聞這些手藝高超的將人 因為人數太少 後來這門手藝就失存了 陳至以前都覺得 有沒有這麼誇張 你再高雕的技法 你都不可能將石頭 釣到好像真人一樣 到今天 她親眼看到才發現 原來世界上 真的有這麼巧奪天公的象牙 可以將一塊環石 釣到跟真人一模一樣 不是說她人面上那些毛孔 就連皮膚上那些皺紋 都是完全仿真 這個是現代雕刻工藝 沒有辦法可以企及的 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就在陳至還看著這尊石像的時候 肥威已經向後走 她在後面找到很多很古老的畫卷 還有一些小型的山神像 熊熊爛爛的 由工藝和顏料上來看 估計是周朝之前 甚至是更早的夜報 陳至走過去 很小心地打開了這些古老的畫卷 這些畫卷有很久的歷史 但是保存得依然很好 上面有很多描繪這位長白山山神 超哈尖爺的形象 但是這些畫卷 就沒有把她當成神靈去描繪 超哈尖爺 在畫裡更加爭鳴更加恐怖 她的腰上邊掛著一些小孩子的頭 她的青面蓮牙 整口鮮血 拿著小孩子的屍體 雙腳踩踏著人類 經歷到根本不敢直眼看她 她好像 好像一隻山鬼一樣 陳至繼續看其他畫卷 她發現這些古代畫卷上面 還出現了很多三位女神的形象 和超哈尖爺不一樣的是 這三位女神的樣子都很漂亮 她們很慈祥很善良 和凶狠的山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三個女神總是一起出現 她們群尾飄擺 好像天仙一樣在山峰當中 當來當去 她們採摘野果 她們稀氣 甚至在門裡洗澡 肥威看到陳至一直在看這些古畫 她過來又看看就說 這三位姊姊是誰 又挺有趣的 為什麼 和這鬼一樣的山神爺在一起 陳至說 她們可能就是長白山三女神 也就是長白山神 朝尖哈爺的女神 蛤? 那隻山神還有女神嗎? 哎喲 和她的老爸生得不一樣 她們是這麼多的 陳至對眼在畫面上搜索 希望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確定性的文字 或者是證明身份的名 而肥威呢 她就在袋裡面 找出那個 她一直帶在身上的摺貼袋 就走到那尊仿真石像那裡 肥威伸手 想拿上面的珠寶 陳至說 你想怎樣啊? 想怎樣啊? 他也想怎樣 喂 我摩金教位來的 看見有好東西 我不拿的話 又用我專業精神 哼 何況啊 這裡只有我們兩個 我又想一幫忙 肥威說完 她就伸手 除了石像上面那支寶釵 你瘋了 你別搞了 你是女神 現在 說不然 人家現在還在生 你碰他的東西 你死了 陳至趕快去制止肥威 他把肥威手上那支警察搶過來 再把珠寶放回石像頭上 女神? 你說這尊石像是女神像? 是不是和村長託夢那個女神? 肥威聽到陳至這樣說 才認真去打量這尊神像 他發現 原來這尊神像是坐在一個神坑上面 神坑的顏色很暗 你不留意看很難發現 但是女神的腳 是白銀精雕的長韻 上面還傷陷了很多很小的珍珠和白寶石 這些東西就價值連繩 可以看得出 這個女神的身份也是非常尊貴 陳至用探照燈在神坑下面找了一下 那裡果然放了一個靈牌 只見那隻靈牌做得很精細 霜金的古壇木 上面霜陷著一顆滿族人 傳統的智寶 大東珠 靈牌上面 是古老的女真文字 好像畫龍一樣很難形 陳至努力地分辨靈牌上面的字跡 終於看到那個她預料當中的名字 陳至舉起靈牌對肥威說 真是她 她就是滿洲皇室 愛申各羅士一族真正的祖先 佛庫倫 那佛庫倫究竟又是誰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歡迎您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鬼神寵 作者焚天孔雀 由陳嘉琪播講 第485章 山神廟4 陳志用探照燈在神坑下面找了一下 那裡果然放了一個靈牌 只見那隻靈牌做得很精細 霜金的古壇木 上面霜陷著一顆滿族人 傳統的智寶 大東珠 靈牌上面 是古老的女真文字 好像畫龍一樣很難形 陳志努力地分辨靈牌上面的字跡 終於 看到那個她預料當中的名字 陳志舉起靈牌對肥威說 真是她 她就是滿洲皇室 愛申閣羅氏一族真正的祖先 佛庫倫 原來在靈牌上面的女真文字 是最原始的女真文 內容就是 超哈尖爺之女 佛夫倫神家 肥威說 我頂你呀 嘩 橙仔 你這條鳥 信息量真是有點大 你難道我是想說 統治了我們幾百年的大清王朝 什麼康熙呀乾隆呀 全部都是這個女神的後裔呀 嘩 又沒有這麼搞笑呀 其實都沒有什麼搞不搞笑的 這件事根本就是被神化的事實 清朝的愛申閣羅王族 其實自始至終都說自己是神靈的後裔 只不過這個傳說太久遠了 也沒有年代的記載 所以沒有人當真 很多歷史學者都知道 女真文族當時是聚集在長白山一帶 他們的來源很複雜 也有很多原化的聖事混合在裡面 他們是狩獵為生的少數民族 他們的文明並不發達 暴落之間很雜亂而且不統一 由古至今都內亂不止 但是自從愛申閣羅這個俗姓出現之後 女真人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愛申閣羅這個聖事 在女真人裡面慢慢建立了威信 最後統一了所有的女真人 這個行為真是相當厲害 在愛申閣羅市的王譜記載當中 一直都有這樣的一段神話傳說 他們當正是滿足正史來寫的 就是說很久很久以前 在長白山東北部 有一個叫做布爾的湖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天前 那裡的湖水很藍很清涼 而四周圍的群山也很起伏 藍天白雲到影在上面很漂亮 而這個這麼漂亮的景色 就吸引了長白山的三位女神從天而降 這三個姊妹分別就叫做恩古倫 正古倫和佛庫倫 佛庫倫是三個女神裡面最小的女神 她們在湖裡嘻嘻打鬧 她們在玩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隻鷹在東邊過來 她嘴裡帶著一顆鮮紅的果 放在佛庫倫的裙上 佛庫倫就很喜歡這顆紅果 於是就把紅果含在口裡 但是想不到那顆紅果就滾到肚子 佛庫倫竟然就這樣懷孕了 然後無論她怎麼念咒語 她都飛不回上天 另外那兩位女神就唯有丟下她自己飛天 佛庫倫就留在湖邊 自己生了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呢 她身體很強壯 面目也很清瘦 佛庫倫幫這個男生改名叫做報庫李雍順 賜聖愛申覺羅 這個報庫李雍順呢 也就是愛申覺羅時的祖先 佛庫倫她有預知的能力 她跟我兒子說 天意要我生你 你就一定可以安邦定國一統天下 你去吧 她說完 就凌空飛起 飛回上天庭 這段神話是記錄在滿族人證史上的 我們當然知道 吃個果不可能會懷孕 但是如果要講現實的話 這個女神當時可能和長白山的人類相戀 然後生了個弟弟 但是這件事就令到她的神靈家族很生氣 所以她就送到人間 你認真地查一下滿族人的歷史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用很清晰的筆法去記錄這段神話 只是時間太久遠沒有人相信 所以這段歷史 滿族人個個都知道 個個都歌頌 但是就沒有人相信 聽陳志這麼說 肥威似乎都想起 自己以前是聽過這個傳說的 但是這類型的傳說太多了 基本上都是皇帝自己吹水 所以沒有人當是真的 陳志繼續說 這段神秘的歷史因為沒有明確的證據 大家傳到越來越神奇 後來愛生角羅的子孫也都越來越多 最後就變成了公開的神話 甚至很多愛生角羅的族人 都不相信這段歷史是真的 不過現在有一些專業是研究愛生角羅家族的學者 他們發現 其實愛生角羅這一族的輕衰是很突然的 他們其實是長白山女真部落最年輕的一支族群 他們的祖先 報復李翁順是一個外來人 和當地的女生結婚 然後生兒子 而且他們 由一些很古老的愛生角羅族譜上看到 這段女神仇印的神話 在最初的時候是不外傳的 是鎖在家族避擋裡 只有族長才可以看到的 看得出 當時這段歷史是被嚴格保密的 而且他們有意模糊了 佛庫倫是超哈尖爺的女兒的概念 斷絕了他們的血緣關係 其實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 如果大家知道佛庫倫是超哈尖爺的女兒 那麼這位 好像山鬼一樣 那麼血腥那麼恐怖的長白山神超哈尖爺 就是他們的阿公 也就是他們血脈的來源 那麼愛生角羅家族 他們的血脈就不光彩了 而他們的形象也會變得很恐怖 後來愛生角羅族人得到天下的政權 他們的勢力很強大 他們可以散改歷史和神史 所以他們秘密地散改了這位超哈尖爺山神的過去 抹走他血腥的歷史 然後去歌頌他 令他變成一位慈眉羨慕的老人 但是就不承認這支血脈 這種做法都很聰明 所以愛生角羅族的嫡系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 一直都在祭拜這位超哈尖爺神 把山神廟 弄得好像皇宮那樣富麗堂皇 每年都供奉一些同男同女 因為超哈尖爺原本就是他們的祖先 是清朝皇室 真正的祖先 肥威說 我…我…我頂你呀 肥威到現在都不敢相信 剛才自己聽到些什麼 他反覆地去看面前這尊女神獎 如果…如果橙琦你說的事是真的話 那都幾歲之前的事了 難道這個女神現在還在生嗎 是不是就是她 去報蒙給村長 叫她小心會變異人 這位女神還是不是在生 我不知道 但是…報蒙給村長的肯定就是她 而且…這位女神也知道 知道我們是誰 我有一種感覺 不過…這位女神很善良很仁慈的 她接近人類 是希望可以保護人類 這是她的天性 而她留下的血脈 也絕對不止愛生覺羅這一支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唐家的祖先當時收養的樣子 很可能都是她的小孩 所以這座山神廟 雖然荒廢了這麼久 但是依然有人打掃 寧賓跟我們說的神秘的村落 裡面住住的村民 其實是這位女神的後代 她們應該就一直在這裡祭拜山神 打掃她們祖先的神廟 陳志她們來這個山神廟 其實有個目的 就是希望這個女神 可以指引一下她們 究竟陳志她們 又可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歡迎您收聽 由喜馬拉雅FM出品的鬼神寵 作者焚天孔雀 由陳家琪播講 第486章 準備出發 陳志說 我有一種感覺 這位女神很善良很仁慈 她接近人類 是希望可以保護人類 這個是她的天性 而她留下的血脈 也絕對不止 愛生覺羅這一支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唐家的祖先 當時收養的那個養子 很可能 都是她的小孩 所以這座山神廟 雖然荒廢了這麼久 但是依然有人打掃 寧賓跟我們講的 神秘的村落 裡面住住的村民 其實是這位女神的後代 他們 應該就一直在這裡祭拜山神 打掃他們祖先的神廟 肥威說 我撐啊 原來就是這樣 哎呀 彈了你真厲害了 哈哈 這件事如果被北京流離廠 那些自稱是百祺子弟的人聽到 嘻喲 激死他們 哇 怪不知人家愛生覺羅統治了中原這麼多年 原來人家真是神仙的後代 嗯 雖然這位山神爺的神品是差一點的 哈 但是人家的神媽真是很爽 我以前還在想 我們看人 啊 為什麼無緣無故被悶人入侵 那幫愛生覺羅 為什麼這麼英勇呢 噢 原來是血統神正的 現在愛生覺羅是血脈幾次融合過之後 其實就已經不神正了 而且中間還有很多政治因素 他們現在神正血統的就已經很少了 愛生覺羅的輝煌已經過去了 但是這位佛父倫女神就依然在這裡 她是真正的神靈 她有殺滿教最原始的神術 遇之能力 她現在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是我們跟著下去所有行動的成敗關鍵 如果按照豹爺留下的訊息所說的 山裡面那條神秘的村莊 是這位女神另外一支血脈的傳人 那現在那條村 很可能已經受到嚴重的變異侵染 所以這個女神才會報夢給村長 其實就是想向我們求救 不過有一點我就搞不明白 如果女神真的在乎她的子孫 而且又有神力的話 她為什麼不現身呢 嘿嘿 簡單一支金錢我都知道 我們經常都說神仙顯靈 沒聽過神仙報夢 對嗎 可以報夢的 只有鬼的 嘩 我們就不要將她想得這麼好 這個女神 可以報夢給村長 還在夢裡變你樣子出來 鬼知她想怎樣 還有 她的神像上邊那一層 放滿了同男同女的屍體 我看的 邪不邪啊 我看這個女神先 一早就掛了老襯的了 村長夢裡見到那一隻 就是女鬼 嘶 陳志打斷了肥威的說話 她就掛了一下 好忌諱地看了一下這尊女神像 看著她那雙眉眉眉眉的眼 好像隨時要抹開那樣 肥威另歪了臉她不敢去看那尊神像 她啪啪陳志肩頭說 你鬼她那麼多了 我們趕快上去吧 等一會兒 村長以為我們在下面出了什麼事 嚇到她賴屎 好 等一會兒 陳志打了頭後 他就在後面的內室 在畫拳裡抄去 一些古老的撒滿髮器 看起來就很邪 陳志就不敢亂動 她選了一會兒之後 拿了一卷 寫滿古女真文的畫卷 放在袋裡 自從知道這位佛庫倫女神 是愛申國羅氏的祖先之後 肥威對石像上邊的珠寶就不再感興趣了 甚至她連女神也不想望一眼 兩個人就直接從沿路回去 她們兜過地下小孩的屍體 從岩石的納頸捐出去 當他們出去的時候 看到老村長在上面裝來裝去 看到他們出來 開心得不得了 老老實實 村長就第一次經歷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她很怕陳志和肥威在下面出事 她自己也緊張了很久 幸好姬營又在樹陪著她 一步都沒有走過 她們出了山神廟之後 就跟著村長沿路回去 一路上 村長也在問 下面那裏究竟有甚麼呢 肥威就嚇她說 下面那裏 是那些童男童女死了之後的冤魂 她們過五關斬六仗 才可以在下面走出來 但是那些鬼仔還在後面跟著她們 說不定 何時就會出來拔你三尾 嚇到村長 雞腳走 回去的路程就很順利 但是陳志和肥威一路 就一聲都不出 她一直在計劃著 上山的具體事情 還有就是 那個女神的面口 一直浮現在她眼前 這段時間 所有事情都發生得太緊急了 其實陳志一直被 這些突發的事情牽著鼻子走 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迫在未知 時間也非常有限 身上沉重的使命 不允許她們出現任何的差錯 所以陳志現在一定要找到這位女神 去尋求她的幫助 不理她是死還是殺 當她們回到村的時候 天已經慢慢暗 村裡很多人也都著起了燈火 冰流溝又恢復以前的樣子 很多村民在村裡走來走去 昨天邊以人類留下的血污已經處理好了 有些女人就聚集在村長家裡 幫忙煮飯 款待村裡的恩人 大國她們忙了整天 累了 她們今天做了什麼呢 首先就是把村裡的設施全部恢復 然後又和鎮上邊的寧賓取得聯繫 家下冰流溝這件事已經非同小可 雙層部門就派了專人下來秘密處理 寧賓很快就會和秘密部門的人員來到冰流溝 為了防止和政府人員碰面不方便 寧賓建議陳志她們趕出發 把冰流溝後續的工作交給她處理就可以了 在陳志她們上山的這段時間 村長家裡的屍體已經處理好了 火礦也重新砌好 大家最近的情緒都很緊張 因為死了不少人 但是村民在緊張當中還有一絲幸存下來的興奮 大家都不願意回家 全部聚在一起 這頓飯依然好像前一晚那樣熱鬧 村長在自家的大院製造了個大牆壁 唐家的手足和村民就在那裡吃飯 而陳志和大國幾個就在村長家裡吃 晚飯的時候 陳志和大國將唐家的手足又重新篩選了一次 經歷完昨晚那場變故 其實陳志不多不少都看得出 這班手足究竟有沒有料 有一些有膽識的人 就簡在隊伍當中繼續跟著他們一起上山 而其他的就留在冰流溝那裡待命 自從在天湖神墓當中經歷了英武他們的死亡之後 陳志的性格就多了一支強迫性的謹慎 他一定要做嚴謹的計劃 計劃可能出現的一切情況和意外 他都要計算在內 因為他知道 進行任務的時候 人多確實是一種力量 但是 同時也是一種負擔 借用這些人的力量作戰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擔負著 保護這些人生命的責任 所以 團隊作戰 人員的精度就比數量重要 而且這支隊伍是由靈奔借過來的 不可以有任何的閃失 他推算了一下 上山之後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 在他精細的計算當中 沒有任何犯錯失誤的餘地 最後 他們選了37個手足 這些手足都很有膽識 於是冷靜沉著 而且有實戰經驗 陳志叫他們過來 和每一個人都深入地談了一下 跟著大國說 這次任務對唐家很重要 並且代表靈奔 給了他們對前程的承諾 到最後 陳志告訴他們 今晚吃午飯馬上就要去休息了 因為明天早上六點鐘 就要準備上山 那陳志他們上山之後又會遇到什麼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